Hallo大家好! 我是Hidy 今集主要是在化妝水上次空瓶技 應該看到我從事用盤的用量很兇狠 所以我就打算跟大家解架一下我現在用的筋膜 我使用筋膜的習慣一天會用多少款筋膜 或者不同的情況會選擇不同產品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不要錯過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吧 我手上這麼誇張的這一藍就是我現在用的化妝水 我主要會分開四個類別 今天會逐一跟大家說 第一個類別 基本上每個早上我都會用的去角質化妝水 自從用了Nature Cone去角質化妝水之後 我發現世界美好了很多 一直用它之後 一些粉絲、暗粒、黑頭的問題都會改善很多 然後用了這麼多年 很多朋友問我有沒有用過其他的產品 所以最近我開了一些去角質化妝水去試 就有手上這三點 它是Caudalie的葡萄毛孔淨化上膚水 它是我用過最清爽的Toner 這個是不適合光肌用的 它都寫明了是給混合肌 我純粹是好奇 究竟油肌混合肌用的Toner 和我光肌用的Toner有沒有分別呢 原來真的有的 它上面那種爽 應該油肌的朋友很喜歡清潔度 然後它去角質的效果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如果以乾肌來說 我就會想要多一點的保濕度 所以原來真的有分 然後到SSY 日常淨化調理護膚水 我覺得它們的保濕度是差不多的 然後SSY就多了茶樹碎取和積雪草 所以好像現在這樣生暗瘡 我會用它厚敷了一點點 用化妝棉才抹 感覺是良好一點的 我這一顆暗瘡都沒有爆得很厲害 它沒有弄得很癢 現在是收緊 我想也有點關係的 然後我覺得兩款來說 它可能是比較平日用多一點 然後它就是可能暗瘡肌 或者有情況出現你想去做一個 extra的東西就會用它 這個就是我對它們兩個的評價 然後最高的保濕度 就是IPSA的這一款 它叫換硬油膚水 一樣都是水狀的 不是稠的 然後它的保濕感是很明顯 比起其他三款好很多的 在鏡頭那裡 我給不到大家去看到保濕感 但是它真的會有一種皮膚 立即柔軟了的感覺 它不是我用過保濕度最強的 油膚水 如果要計算的話 Clay Deport是再保濕一點 然後那個柔軟的感覺 再高一點 但是價錢也再貴很多 如果你是乾肌 你用過這一款 你是覺得它的保濕度不夠的話 你就真的可以上去IPSA的這一款 我的習慣就是 早上用去角質化妝水代替洗臉產品 用水洗完臉之後 就用它們 隨便選一支 然後抹臉一次 之後就去做其他的Skin Care routine 試過不同的化妝棉 我都是覺得配搭它去用一些去角質化妝水是最有感的 正常情況下 用完去角質化妝水 我會再用其他的化妝水 大約濕敷一分鐘左右 它們兩個都可以針對皮膚的水油平衡 這個是加丹尼爾的金棧花舒緩平衡液 以及Kiehl's的金棧花化妝水 雖然我是比較少出油 但是尤其夏天 或者比較焗的天氣 我發現用了這一類型的化妝水濕敷 妝是會再耗耗得好一點 沒那麼容易用 然後一般的天氣 我就會用一些比較普通保濕型 比較水狀的簡單一點成份的化妝水來濕敷 這個是我在韓國買1025那種 沒有特別的 它真的是純保濕的 我覺得是不用在韓國特意把它托回來 我平時以前是用毛印 或者你在Donkey 總之是買最純正保濕的那些就可以了 然後我用這一類型要敷的化妝水 我就會配搭這一個化妝棉 是觀眾介紹給我 非常之好用 它裡面一塊是可以很簡單的 分開成為了五塊 然後每一塊都可以把它拔到去 例如額頭那麼大 然後面也是這樣一塊 但是總共五塊的話 我就已經可以整塊臉這樣敷 大約一分鐘左右 你會感覺到皮膚是很飽滿的 喝飽水才把之後的精華吸進去 但是有時候皮膚真的情況很差 我這些乾肌沙漠肌 去到要脫皮很乾 冬天的日子 我就不用這一類型的濕敷了 又沒有時間去敷面試的話 我會用這一類型比較功能性高一點 還有會稀身一點的化妝水 我手上有兩款 它們用起來的感覺 是化妝水和精華中間的 有Starrytail的N19 名字叫做 Wonder Waterfall Toning Essence 還有這個是History of Who 它是天律丹系列 叫做和律極致在身水 兩款我都是覺得 它們比起一般的化妝水 是會更加高的保濕度 以及功能 都是更加感受到的 首先說了N19 之前也有影片介紹過 它擠出來 就沒有剛才那些那麼濕 水得來 是有少少的厚度 而後的這一款擠出來 再稠一點 但是一推開 會變成一個有厚度的水狀 這種有厚度的化妝水 我習慣是不用化妝棉 直接用手塗在臉上 按壓 讓它吸收 皮膚會很飽滿 但是之前也一定要用一些水 例如去角質化妝水 或者其他的化妝水 讓它先濕一濕 如果不是那麼厚 它未必那麼容易吸收到皮膚 剛才說了去角質化妝水 濕敷化妝水 和精華化妝水 之後第四種類 我會歸納它們為 夜用的化妝水 因為通常晚上我才會用到它們 這個是Aster Lift的兩白護膚水 幸好還有少少 這個是超級橙色的化妝水 它做到一個很好的去黃效果 我覺得保濕度 不是很強勁 如果那一陣子 睡得比較晚 或者喝多了酒 然後臉很辣黃 很暗沉的話 我會用它一陣子的去黃效果 令皮膚靜白的效果 是可以看到的 尤其是用它加上它們的精華 我真的覺得是非常之有感 然後是Be Good To Skin的粉紅水 它倒出來很像草莓奶色 之後不用擔心 它很容易推 這個我喜歡在敷面膜之前 就用來打底 無論哪一款面膜都好 我都覺得它可以令到面膜 功效是發揮得更加好的 敷同一塊面膜 試過用它和不用它 是有分別的 它會令到皮膚更加水潤 吸收得更加好 有光澤 很飽滿 然後我試過用它 用它再加精華 都覺得它是沒有放在面膜前面 用的時候那麼有感 所以這個就是我晚上敷面膜之前的打底化妝水 然後到這個叫做深悶光奇蹟水 它是噴頭的 你會看到它好像很大力 但是很沒有化 沒有水珠 這個就是我如果下完妝 還沒洗頭洗臉的時候 我又覺得臉很需要保濕 就會這樣噴 它的保濕度是真的不錯的 但是除了保濕度 暫時我就看不到其他的功效 不過我下完妝噴完它之後 去到很多個小時都不會覺得乾的 這個叫純素紅茶菌精華水 本身很漂亮的 它是好像一個奶蓋的烏龍茶 但是我不小心攪勻了 就變成現在珍珠奶茶的顏色 它是很中規中矩的 有保濕度 但是我又不覺得它特別好 純粹是為了外觀 塗出來的時候 都是很絲滑的 它是一個很滑的水 不是太多功能看到 但是如果我需要一個中規中矩的保濕水 一個化妝水的時候 我就會用到它了 因為有時候我之後會用一些 強勁一點的精華 或者是一些強勁一點的面膜的時候 未必會用到剛才的打底液 我就會用回一個正常的化妝水 就會用到它了 說了這麼多款化妝水 對我來說它們是很重要的 因為臉又乾 又洗完臉 乾淨的臉 去到之後再塗其他東西 怎樣可以令到它吸收得最好呢 就是靠化妝水這一環 所以我是很喜歡試不同的化妝水 它們的功能怎樣用是最好 什麼時候用是最好呢 希望這段影片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不需要說要用到這麼多的 但是你要知道自己的習慣是怎樣 你需要哪一種的化妝水 很多人都會問我 哪一個是最好用 沒有最好的 只是你哪一個時間用 哪一款是最適合的 那本身呢 我也是打算去講一些保濕噴霧 但是沒有時間 下次再講 我知道有點誇張的 但是我要試給大家 給一些用後感大家 所以 合情合理的我覺得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段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輸入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更是三天 和星期日更是十二點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